一部经典韩剧《爱上女主播》 让中国观众认识了张东建、韩在时、蔡林以及金素颜 多年过去,当年曾宏极一时的韩星 很多都淡出了屏幕 张东建、韩在时许久没有拍戏 蔡林自从与高子齐离婚后专心带孩子 也是减少了工作量 反而金素颜越战越勇 凭着大热韩剧《顶楼》系列获奖无数 并重新获得了担任女主角的机会 近日她以李洞旭主演的《九尾狐传》1938播出 金素颜亮相综艺节目、宣传新剧 大谈结婚六年的演员丈夫李尚瑜 没想到力排的秀恩爱 金素颜沉醉其中,笑得甜蜜 内容却引来网友担忧 5月3日,金素颜现身国民MC刘在时 与曹世浩主持的节目 《刘Quiz on the Block》 金素颜在节目上聊婚姻生活 她全程被自己感动 聊几句就害羞地笑起来 反倒是见惯大场面的刘在时一脸懵 似乎并不清楚金素颜甜蜜的点在哪里 其中金素颜提到,丈夫要求她清晨5点起来吃早餐 以及冬天不能随意开暖炉等生活习惯 让网友十分震惊 纷纷留言痛骂李尚瑜 让她不要那么自私 粉丝也担心金素颜遭老公控制 已经被PUA 也就是通过贬定对方来体现自身价值的情感操纵手段 金素颜透露 丈夫李尚瑜平时习惯早起 经常清晨5点就起床 然后将她叫醒 两人在7点的时候一起吃早餐 对此刘在时感到不解 正常人都不会觉得那是一种浪漫吧 两位主持人问金素颜 你没有试过说想多睡一会儿吗 金素颜即露出甜笑说 可以一起吃早餐 我开心 OBA也开心 刘在时即笑颜 金素颜这样说 显得他们像坏人一样 金素颜解释 一开始她无法醒过来 强壮的丈夫就一把将她抱起来 直接抱到餐桌前 或者抱到沙发上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沙发上 又或者坐在餐桌前 显然金素颜特别享受 丈夫这种控制欲 金素颜还透露 李尚瑜经常不愿意开暖炉 她说 想要在外面不怕冷 就要先维持适当的室内温度 我向来怕冷 到了9月底的时候 就想开暖炉 她便会说不行 11月2日是我的生日 她提议在那天开暖炉 去年我生日那天 一睁开眼就打开暖炉 年纪大了 本来觉得生日没有什么意思 但去年的生日 我真的好期待 金素颜谈论此事时 没有抱怨的语气 但节目播出后 网友却为她担心 大批粉丝在李尚瑜的社交网留言 希望她顾及金素颜的健康 毕竟男女身体不同 很多女性容易手冰脚冰 金素颜在家里足足冷了一个月 才被允许开暖炉 实在过分 看到丈夫被骂 金素颜立即发本保护李尚瑜 比谁都更照顾我健康的尚瑜 她是为了我的健康 希望我不要过早开暖炉 通过适当的运动来提升免疫力 她表示自己能够过得健康 全靠丈夫的监督 又指对方非常怕热 但每年秋天与冬天 都陪她开暖炉 牺牲甚大 她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一切都是因为她表达能力不够好 让外界误会了李尚瑜 实际上 她去年的生日过得非常有趣 一点都不痛苦 事件引起网友讨论 但李尚瑜全程都不用发声 因为金素颜站在她前面 为她遮风挡雨 在外界看来 金素颜像着魔一样爱着李尚瑜 在她口中 丈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堪称零缺点 金素颜在节目开始时 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公 欧巴有很多话题 她说话非常有趣 而且很机智 真的非常有趣 刘在时插话 这个我知道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 通常别人听到我这样赞美老公 都会认为我在忽言乱语 说你那个是虚拟恋人吧 你在跟自己恋爱吧 此话成功逗笑了两位主持人 日常生活中 金素颜经常向老公表达爱意 她爱得太夸张 连当事人都顶不住 李尚瑜会禁止金素颜说那些太超过的话 够了 过犹不及 她还常常叮嘱金素颜 不要太爱她 素颜啊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太超过 我们之间就适当 刚刚好就行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才能一辈子都过得很幸福 金素颜表示 自己听到丈夫这样说 会觉得这话一点都没错 她开始意识到 一定要维持平常心 对此留在时感慨 你们这对夫妻真的很般配 在这方面你们很合 用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什么锅配什么盖 天造地设的一双 金素颜饰演的角色 大部分都是女强人或者女反派 性格强势独立 但私下性格却是小鸟宜人 反差特别大 她曾在另一档节目中 与丈夫同场 见到李尚瑜出场 她竟然害羞地捂着嘴巴笑 仿佛见到自己的偶像一样 金素颜和李尚瑜在2016年 拍电视剧《家和万事成》 结识并互生好感 2017年结婚到现在已经6年 依然是演艺圈令人羡慕的恩爱夫妻之一 被问到爱慕李尚瑜的原因 金素颜透露 她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演戏 曾因骄傲错失工作机会 后来就变得对演艺事业特别用心 一旦有作品就全身心投入 连朋友都不会见面 直到她遇见李尚瑜 在对方的影响下 慢慢意识到演员不能失去生活 李尚瑜总是努力把她从家中拉出来 告诉她外面的花开了 现在的威风正好 素颜啊 演员金素颜虽然很重要 但也要好好爱惜人类金素颜 金素颜还分享了一件生活小事 有一天门铃响了 她开门一看 李尚瑜举着什么东西站在门前 原来李尚瑜和朋友去日料店吃饭 觉得手卷寿司看起来很像一束花 便拿着她跑回家送给爱妻 金素颜回想起来仍满脸笑容 这些微小的事情 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 主持人问了最近韩国很流行的问题 如果李尚瑜变成蟑螂 你会怎么办 没想到金素颜非常认真地回答 她捂着嘴说 天哪 好悲伤 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 当然要保护她放在手上 留在时取笑金素颜 那蟑螂可能会掉在外面 还是放进瓶子里比较稳妥 金素颜立即反驳 不行不行 好悲伤啊 在很多观众看来 李尚瑜对金素颜的爱护 其实并不特殊 不明白她为何会爱得那么投入 如果李尚瑜一辈子都对金素颜那么好 这对夫妻确实能够幸福到白头 但南方中途出现变卦 不知道金素颜如何成熟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